晚上9點鐘讓我們一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彭志宇 今天一開始我們持續來關心到的是 台北大直的民宅他縣案件 現在台北市政府針對這個基泰 執行了第二波的申請假扣押 但是現在再度被駁回 流氏基泰的財務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現在還有另外的問題要解決 就是住戶的安置到底未來該怎麼辦 而現在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出席了安置的會議 針對三大的方案要跟受災戶來討論 包括是國宅 旅館還有租金補貼 最新狀況我們就要請這個記者 余雅來告訴我們 今天台北市政府在飯店這邊進行 跟大直的受災戶進行了說明會 不過這一次說明會的對象 是針對這個單號總共25戶的受災戶 來進行說明 所以稍早就發生了一件小插曲 有一名也是第一批預防性撤離的住戶 他是雙號戶 他也想要進到裡面聽說明會 當然是被阻擋的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我是14號結束的時候 重災戶 他們說他們只能接受那個 1613579的25戶 對 但是我們也是受損戶 那我為我們的權利 對 然後長官也是同意我來這邊 那現在又不行 那是要怎樣 因為我們12號14號 是被市政歸類為就是尾樓 那尾樓 那就是說以後我們要賣房子 他現在就是說監聽我們是安全的 可以記住的 但是我們已經被這個標籤了 那以後賣房子這個損失要找誰要 因為情組上面的長官 他沒辦法回答 他叫我來這邊請求大家 就是 機械這邊有來 機械對我們完全都沒有 講過半句話 所以說很餓死我們的公司 但是現在沒有人疼我們 沒有人理我們 連機械也不甩我們 那我們是活該嗎 好可以聽到這個住戶呢 他是強烈的表達他的不滿 包含他也提到說 未來如果他要賣房子的話 這個房價可能會打到七八折 難道這個損失台北市政府 也要來承擔嗎 最後呢 他是被市府人員帶到旁邊進行安撫 他也表示說這一次會來呢 也是透過這個群組 跟區公所人員溝通之後 公所人員請他來這邊聽說明會 但是卻被拒絕在門外 難道他也說呢 難道這個是被呼嚨了嗎 最後呢他也提到說 只希望市府這邊能給他一個清楚的交代 那今天說明會的重點呢 其實包含了三大重點 以及就是這個租金補貼 以及安置旅館 還有說的入住國宅的部分 那市長蔣萬安他也強調說 覺得會跟住戶呢 這邊站在同一陣線 其實可以想像到 難怪這些受災戶的心情會這麼激鬥 因為呢現在台北市政府是希望說 除了坍塌戶之外都可以回家居住 但是當這些其他可能家裡 這個並沒有受損這麼嚴重的 這些受災戶呢 進到家裡卻發現 哇這個房子過去很熟悉的家園 他們現在完全不敢住 因為當他們再次進到家裡頭的時候 發現說自己的家門外面 哇有長長的裂痕 而且呢地板有下陷的情況 甚至有住戶也帶著我們的記者上樓 哇這個畫面就是讓大家覺得非常的難過 而且非常的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牆壁上有好幾道裂痕 連房間門想關都關不及 大殖民宅坍塌意外 雙號及部分單號的住戶 被認為安全無餘 終於可以回家 但才剛走到門口 就發現鐵門旁的牆壁 立了一個大洞 寬度至少一公分 看到這一幕住戶不敢回家了 地板下陷了五公分 那牆壁龜裂 它現在狀態都已經是懸空了 那它只是稍微支撐住 讓鐵酒門不會掉下來而已 可是我們不敢保證說 什麼時候地震的時候會垮下來 都發局當初從監測資料看 認為安全無餘開放讓住戶回家 不過家裡不只出現裂痕 鐵門甚至也關不起來 屋主認為市府應該積極檢測 我們所得到的訊息是 現在是安全可以回家住 可是我們回去看是不能使用的 那我們不曉得說 市府要怎麼做 市府強調是安全的 但就怕一個不小心 如果房子塌了該怎麼辦 住戶表示現在只敢住在旅館 而不只他也有其他返家住戶 帶我們入內查看狀況 前部都 我剛才看到帽子就要出來 這樣 你看 你踩下去這樣 地下室積水樓梯地板嚴重均裂 其他樓層墻壁地板也有裂痕 上面整個張經理 整個走樣的 硬是關的話就 硬是把它關會沒辦法開 地板墻壁均裂連房間的門都關不起來 看到這狀況不免擔心 北市府的勘查有沒有完善 都發局表示目前安全無餘 不過如果住戶有疑慮 從15號開始就會派技師逐戶進入 勘查狀況 如果有毀損會交由機台建設修閃 但不修閃該怎麼辦 北市府承諾將會承擔責任 協助復原 只是好不容易從安置到可以回家 全看到自己的家園變成這副模樣 就算要回家也難以心安 體會神王金融蘇佩宇 黃俊文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說真的這個畫面讓我看到 我也覺得我不敢進去 甚至要在這邊過夜 都會讓我覺得非常為難 很多網友說像威廉謝就說 就算修繕過後怎麼敢住 的確看到這個畫面 就算要修繕之後 你也還是會擔心說 它的結構體有沒有問題 還有Visitor就說了 這根門就已經解離只差沒到 所以大家認為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應該要從嚴認定呢 而且把相關的補助再度擴大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不過現在很多的受災戶認為說 自己是在參加電視節目嗎 為什麼我今天會這樣說 因為很多受災戶在今天 持續想要回到家裡 去拿一些重要的東西 但沒有想到進去 因為整個結構體是比較脆弱的 所以要必須要限時20分鐘 但他們就認為說 好像在參加電視節目 是參加取物比賽 拿越多的人就代表你獲勝了嗎 這跟這麼短的時間 也讓他們覺得非常的為難 大直房屋灘灘滿一揪 受災戶上扳扎 困難重重 你不讓我進去我怎麼搬家 我請問你怎麼搬家 我怎麼搬家 這不明奇妙 你會有什麼需要嗎 我要搬家 我要開車進去 他不讓我進去 你要開車進來嗎 我的車子 對 我往下沉的戶 你是哪一戶 7號 9號啊 好 麻煩你先來我幫你那個 你不要 我車子要進去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剛才和翼嬌吵了起來 受災戶舉出 明明距離鐵皮為離 還有一段距離 為何不能把車開進去載貨 不是啊 你這個人 通融一下都不行嗎 沒關係 什麼沒關係 我那個東西 要從那邊搬到這邊來 車子開了又不是那個危險區 這樣就不行 要死腦筋嘛 死腦筋真的是 一點通融都沒有 13號中午 北市府開放第三輪住戶取物 但是限制在短短的20分鐘 不少受災戶都感嘆 手推車加上大包小包 真的拿不完 甚至連保護用的安全帽 都沒準備好 台北市政府這麼窮嗎 連這種準備帽子 都準備出不出來 還有 災民已經擔心受怕 已經快一個禮拜了 你竟然連個帽子都沒有 你覺得我一輩子的家當 都在裡面20分鐘夠嗎 不管什麼安全結構 不安全結構 我進去像昨天第一趟 我進去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進去搬進去 我還要拿到大馬路 請問這是搬家比賽嗎 搬家比賽都沒這麼嚴酷 都發局指出 是否加開第四輪取物 還是得取決於安全考量 如果既是認定沒有安全疑慮 會再加開民眾取物 只是中央話說得好聽 對受災戶來說 一輩子的家一夕之間沒了 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至今還是未知數 TWC有支持者黃金瑋 加賣新聞小組他有報導 好 今天的看頭條 我們要帶來看到 是越南的河內現在爆發了大火意外 起火的是一棟10層的公寓 而且大家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整個公寓可以說是全面燃燒 裡頭大概有40到50個出租房間 居住人是大概有150人 而在這個暗夜大火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都被疏散出來的 但是其實他所在的地方 大家從這個圖片上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非常狹窄的 進出口的這個巷弄都是非常狹窄 更讓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其實他的很多的對外的窗戶陽台 都用鐵窗封起來了 所以其實還是有部分的住戶 困在裡頭完全沒有辦法逃生 而且只有一個出口 外牆也沒有逃生梯 所以很多人在大火來襲的時候 都是被困在房間裡頭 而現在這個公寓呢 他其實起火的是在10樓的停車場 晚上的一個惡火呢 也造成了30人死亡 被救出來的大概有100多人 但是50多個人都因為燒燙傷 或是嗆傷送到了醫院的急診室 現在到底有多少人傷亡 現在還持續在清點當中 但至少也有30人死亡 而且在這次的大火當中 大家也看到一個非常難過的景象 就是有目擊者說 他看到一個10歲的男孩被從高樓拋出來 然後大家看到 當然非常緊張 趕快拿起床墊來接人 但他說的時候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把人 成功的救起來 而且現在大家也要持續的追求 事發原因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這個現場 前兩天我們有提到 就是利比亞的洪災 現在死傷人數 失蹤人數 持續在上升當中 現在預估有上萬人失蹤 而且死亡人數也飆升超過了5000人 因為光失蹤人數就有上萬人之多 這次造成利比亞災情慘重的 其實就是先前曾重創希臘和保加利亞的丹尼爾風暴 長期內戰加上基礎設施 缺乏維護導致利比亞洪災一發不可收拾 目前德納市還因為電話線中斷時的救援線困 利比亞東部政府目前只能宣布 進入極度緊急狀態並實時宵禁 別新聞綜合報導 所以在面臨天災來臨的時候 這些基礎建設它到底穩不穩固就非常重要了 尤其在這些水災火災以及地震來襲的時候 建築到底穩不穩固其實就可以決定 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存活 我們要繼續來關心的是摩洛哥的強症 現在當中傳出一些讓人覺得 稍微欣慰一點的消息 除了現在有不斷這些救災的人員 在進行救災之外 在這個事發當時也是有一個 相信大家會覺得聽了比較欣慰的消息 就是當時在村落裡頭有這個婚前的聚會 結果大家為了要歡送這個新娘 當然非常開心 在深夜的時候 大家通通在戶外的廣場 唱歌跳舞來送祝福這個新娘 所以說全村的村民通通到場祝賀了 沒有想到其實也因為這個 當時地震來襲的時候大家都在戶外 雖然是一個環境的場合 地震來襲當然大家很緊張 但還好的是沒有人待在房間 還有房子裡頭 所以當這個房屋倒塌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都逃了出來 那當然大家是驚慌逃命 還好沒有死亡的重傷情況 只有一名八歲的男童 他的頭不小心被石塊給砸中了 後來這個新娘他們還是浩浩蕩蕩的 到了新郎的村落去 結果他們也發現到非常特別的一件事 這個新郎這個村落 當時大家去參加喪禮了 所以說也都在戶外 因此整個村落的人也都安然無恙 這也是算是在這次摩洛哥強震當中 不信中的大幸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的第一線搜救人員 要持續搶進的一些偏遠城市 那也因為這個道路柔長寸斷 重機距無法進入到這些偏遠的村莊 所以很多的災民都只能徒手開挖 自己親人的遺體 新聞記者挺進摩洛哥重災區 卻因為前方道路中斷改為徒步行走 抵達後遇到家屬正位12歲 罹難少年草草安葬 記者說現場已經散發失臭 大型機具進不了重災區 導致災民只能徒手挖掘 儘存者反而感到愧疚 這名男子同樣因為等不到救援 冒險艇進半毀房屋舟 控訴裡頭還埋了至少六具遺體 摩洛哥在區的野戰醫院 無法治療每一位傷患 一名女醫生忍不住被從中來 這次是一個震驚的事 那是真的非常難生 有些人受傷 有些人受傷 我們會到死 我們會受傷 我們可以送你們 我們不會送你們 我們不會送你們 誰還在家裡 被災民 澤安志在简陋又揉起 但先冬天快來 情況還會更慘 墨洛哥國王也只能前往 還到得了的醫院探視傷者 他親自晚受捐血 情況多少 過去大家會討論到 美中中區一戰 但真的是這樣嗎 但或許從中國大陸現在積極的建軍 這件事或許可以來看到一個端寧 尤其現在美國的空軍部長肯達爾 現在持續的提出警告 我們就來看到他是怎麼說的 他在一個演講的場合上說了這些話 他說中國大陸現在飛快的發展武力 特別還成立了兩個新的軍種 一個叫做抗航艦還有機場 以及其他的關鍵資源 甚至一些戰略的支援部隊 也像是太空還有網界的領域 基本上都是現在中國大陸持續在發展 尤其在信息戰的方面 中國大陸其實現在的確是持續的在積極建軍 而且積極在架構當中 所以說他們說美國到底該如何的應對 他說第一個我們必須要重新優化武力 要進行大國競爭 而且中國大陸其實企圖在這個西太平洋 要戰色美國 如果美國不足以威著中國大陸的話 侵略台灣戰爭就有可能發生 但其實在今年3月的時候 這個肯達爾美國的空軍部長也說 以目前來看 其實中國大陸並沒有侵略台灣的意圖 這是當時在今年年初他的一個說法 甚至他也說美國必須要準備應對一種 我們沒有應對過的現代化戰爭 而且他也強調戰爭不是不可以避免 現在要能做的就是積極備戰來應對 所謂未來潛在可能發生的戰事 這是他的說法以及他的看法 不用來看到 其實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長楊榮文 在台灣發表演說 但他說的是內容是什麼 過去我們說這個中國大陸跟台灣 到底該如何相處 很多政治人物都會提出一個詞演一個字眼 叫做維持現狀 但是他認為這完全不可行 很虛幻也無法長久 反而拋出一個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或許大家等一下從新聞可以聽看看 他提出的概念叫做一個中國人邦聯 我們一起來看 稍後來談演說前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 揭露蔡總統2016年當選後 在上任前兩人曾同化 指的是馬席會也就是兩岸領導人 在新加坡的會面 只是兩岸問題確實複雜 作為重新關係兩岸關係的新加坡人 楊榮文更提出一個中國人的邦聯概念 點名呂秀蓮也曾泡出類似的概念 而且總統馬英九以及許久未公開露名的前副總統蕭萬長 軍出席楊榮文的演說 而他認為美國是把臺灣當作不會成的船艦 台灣是一個更新的一部分 它是美國的位置 尤其同時美國眾議院 中國問題委員會主席蓋拉格 日前指出明年一月大選落幕後 如果民進黨慎選 台海於是將格外凶險 中國的軍隊可能會把臺灣在臺灣燃燃燃 和美國的服務員們 用用武器 用用武器 區域國家領袖緊盯兩岸就擔心一觸即發 TVB的新聞 洪富華 劉婷婷一台報導 不過如果我們說到台日關係的話 過去我們都會說台日友好 但是一旦被問到說 如果今天臺灣有事 等於日本有事的時候 日本會不會派自衛隊來臺灣協防臺灣呢 日本對這件事向來語調 還有他的這個語境都是非常模糊的 不過現在這個路特順就說了 其實日本打算要派 現役的自衛隊官員來到臺灣 這是路透社的報導 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引述了4名的消息人士來說 日本已經任命了一個現役的自衛隊官員 要來臺灣擔任武官 但是要做什麼呢 主要還是跟收集情報相關 情報收集之外 還有加強跟軍方交流 而日文版的路透社也說了 他們會派一個叫做 貝廣組的現役職員來臺灣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被廣組在這個日本 他本身是一個文官 不是不穿軍服的 所以說或許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避掉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 而日本的防衛省是怎麼說呢 他說他只會尋求這個非官方的關係 因為本身日本跟臺灣 跟中華民國是沒有邦交的 還有外交部當然是抱持著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開心而且比較開放的言論 他說會繼續加深跟日本等 志同道合夥伙伴的合作 當然對中國大陸來說是非常的跳腳 中國大陸的國台辦 發言人就告訴大家了 要敦促日方汲取歷史教訓 而且在臺灣的問題上要謹言盛行 但反應是強烈反對的 不過現在我想要問大家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說這個現在中國大陸 是不是有新的統戰手法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 因為根據新聞報導 我們的記者採訪到他們說 這個中華大陸對臺灣會有新的動作 要聯合說明福建對臺示範文件21條 裡面就提到 如果你今天是金門 或是馬祖的居民的話 你在廈門或福州 都可以享有共同的福利 各位親愛的台灣鄉親系統 大家早安 台語問候開場 大陸國台辦新任發言人陳兵華 首次主持記者會 前一晚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支持 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文件 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對臺工作 明天上午國務院新聞辦 將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 敬請大家關注 大陸官方關於支持福建 探索兩岸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事實上在6月17號的時候 就由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在廈門的海峽論壇提出 只不過過了近三個月 文件才全部公布 9月14號三大部門 中共中央台辦系統 大陸國家發改委 以及福建省委 將大陣仗細說這份文件 目前已知21條方向 是廈門治癒金門 福州治癒馬祖 加快通電通氣通橋 支持金門共用廈門新機場 在廈門省有同等居民待遇 包含就學 就業 買房等 如果是真的話 那當然很好啊 就是比如說 我們就不會在 因為天氣的關係被關倒 沒有辦法到台灣 不同於金門仁的樂觀騎乘 有外媒提出質疑 福建對台四方區 是不是對岸性的一種 統戰作法 我剛報告過 明天他們有正式的記者會 那我們看看他們怎麼講 我們再來評論 明天我們再來做評論 中共對台新辦法醞釀後 已經出招 陸委會還在靜觀其變 TVB的新聞 陳平橋 黃冠偉 陳潤文 綜合報導 回規四年 普清還有金正恩 兩個人終於碰面了 而且碰面的地點 就在東方太空中心 不過這一次 雙方其實會談 就談了兩個小時之後 舉辦了晚宴 但這次非常特別的就是 哎 罕見的這個遲到大師普清 不給別人等了 還提早到 我們來看到了 他們是在東方太空發射場 舉行了會談 他非常罕見 提早30分鐘抵達到現場 不過為什麼我們說普清是遲到大師 因為過去都是他讓別人等的份 他自己呢 通常都是一個遲到的狀態 像在2014年的時候 他當時跟德國的前總理梅克爾 他讓梅克爾等了多久呢 4個小時15分鐘 還有在G20的時候 當時是2019年 他跟南韓的前總統文在寅 也是要碰面 也是要揮舞 但是呢 他讓對方等了將近2個小時 所以這一次也有外國媒體就解讀說 會不會其實在這個聚會當中 反而是普清有求於金正恩呢 這是外媒的解讀 但其實PPC也說 現在地緣的現實 讓兩人開始密切的靠攏 而且呢 恐怕靠攏平安就是替代方案了 但這一次呢 大家很關心說 他們談完到底晚上的晚宴吃什麼 當然國營的菜單也開出來了 主菜分別是鱘魚跟雪花牛 各選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從這個菜單的話 會想要吃什麼 或許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不過現在他們的關係 的確是逐漸的在靠攏當中 光是握手的這個時間 我看一下有多久 就長達了40秒 到底雙方的兄弟情會怎麼演變 一起來看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13號 在踏出裝甲綠皮專車 抵達俄羅斯的東方太空發射場火車站 俄羅斯總統普欽親親自到場迎接 並與金正恩握手長達40秒鐘 之後普欽敬地主之宜 帶著金正恩參觀發射場中心 暗示可以幫北韓打造衛星 金正恩之後在訪科部簽名時 他的妹妹金宇正也現身 其實金正恩專列前一天抵達哈桑時 已接受過一次盛大的歡迎 但列車最後繼續往前朝東方太空發射場前進 算一算金正恩10號出發至今 奔波將近4天才終於看到普欽 13號的領袖會談上 兩人再次握手約5秒鐘 跟媒體拍攝 金正恩還對普欽說出這句話 會這樣說也不意外 因為金正恩此行就是要來賣武器 陪同參訪成員中包含北韓軍方 第一第二把手李秉哲和蒲正天 以及主管偵查衛星事務的 宇宙科學委員會蒲太成 另外牽涉潛艦事務的海軍司令 也有隨行 北韓和俄羅斯各取所需 但大陸可能不希望北韓軍事實力增強 另一邊日本則繼續感受威脅 北韓在當地時間上午11點55分 在朝東部海域發射兩枚彈道飛彈 兩枚飛彈最後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之外 至於型號飛行距離 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點新聞綜合報導 好網友這個迪家告訴我們說 兩個人是難兄難弟 的確沒有錯 在國際處境上來看的話 似乎的確是如此 國際四年金正恩跟普欽再次相會 到底他們談的是什麼 其實很多的西鄉媒體也都非常的關注 他是在9月12號金正恩抵達了哈桑車站 當時他是跟自然資源跟環境部長碰面 然後隔天他就移動到了 我們剛剛說的東方太空發射場 跟俄羅斯普京來會談 這是他四年來第一次訪問俄羅斯 然後兩個國家也都談了戰略的重要性 不過或許大家可以直覺聯想到 俄國到底從北韓這邊希望可以拿到什麼呢 而外界聯想其實當然跟北韓本身 具有非常多的彈藥庫存有關係 如果俄羅斯取得了北韓的彈藥庫存 是不是就代表說他有機會 在俄烏戰場上再度取得優勢呢 這是其中一個論點 再來這個北韓到底想要什麼 或許大家認為說現在北韓 可能饑荒非常嚴重可能需要糧食 或者是他們在這個見面的地點 非常特別就是東方太空發射場 或許他可能想要從俄羅斯手上獲得的是 太空還有火箭的製造技術 現在外界都在猜說 到底這個互相交換的內容是什麼 但美國就警告說 兩國不該進行武器交易 恐怕會踩到底線以及紅線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的態度又是什麼 我們來聽聽專家的分析 您認為中國的態度會不會非常關鍵 他是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在看這件事情呢 中國在對這件事情的 就是態度來講 尤其是對北韓來講 中國的態度是比較希望能夠聚焦在 經濟啊政治這樣的發展 在這種科技戰略的方面來講 是比較小心謹慎 因為中國是希望跟美國 還是要維持一定的 這個關係的 正面的關係的 那現在來講的話 二朝之間就是 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美國 所以的話他們加強這種軍事合作 那對北韓來講的話 金正恩來講的話 因為尹熙悅上台之後採取了 極限施壓 然後又跟美國簽了這個協議 要現在美國動不動 就把他的核動力潛艇 派到韓國這邊來給予他的這個 延長的這個嚇阻的功能 而且尹熙悅又跟 日本首相岸田到這個大衛營 跟拜登舉行三方的軍事合作的這個 會議 所以這些等等來講的話呢 金正恩也非常急於要有所回應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 在國內或者是在國際上來講 突顯北韓的重要性 甚至未來可能 當然他希望還是要逼美國上座裁判 好 有網友也說 如果北韓核武大陣的話 在亞洲的戰情會大洗牌 沒有錯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軌跡媒體擔心說 如果北韓被鼓勵 對南韓採取一些動作的話 可能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 維持地緣政治不穩定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子喔 那我們來看到北韓版的公鬥劇 現在是不是在上演當中 因為這個金正恩背後身旁的這幾個女生來說 似乎現在呢有一些角力的情況出現 第一個大家看到的是金正恩的妻子還有女兒 尤其他的女兒最近頻頻亮相16次耶 而且都在這個軍事的場合上遊走 還有就是這個外交部長崔善基了 他本身也是金正恩訪惡的一個隨行人員喔 過去也被認為說是美國通 不過在血統上似乎沒有這麼純正 未來有沒有機會出現呢 還有就是她妹妹的金正恩 這一次也到了俄羅斯去 過去也看上說也許可能金正恩有機會接班 這麼多的這個女生圍繞在金正恩的身邊喔 是不是也傳出當中有一些較勁呢 還有誰有可能真正的接班接位 我們再來聽聽專家的看法 這個政治人物尤其是北韓政治人物的這個露面的情況 是不是代表說其實未來金正恩的女兒 可能有浮上檯面的趨勢 甚至未來掌握權力呢 當然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啊 但是如果我們真正了解北韓的話呢 大家想想看 在金正恩沒有上台之前 有誰曉得金正恩長的什麼樣子 幾乎根本就沒有出來過 這樣子他才能夠到瑞士去留學 還有金魚正他們一起 還有另外一個哥哥金正哲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據了解的話金正恩實際上還有一個兒子 而且比這個女兒大 這個兒子才是真正的繼承人 所以就也就是說了 真正的繼承人是非常重要 他絕對不會讓外面的人知道或者是看到 這樣子的話呢 他才能夠在培養過程中能夠 比較安全 那所以說 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 這個是金正恩故意誤導大家的 因為大家會一直想說 這個女兒會是繼承人 但實際上 我相信他的兒子才是未來的繼承人 好轉換星星我們要來看到大家 或許在今天早上起床 或是如果你在今天凌晨 是在熬夜的話 很多人見面的第一句話 都說你要換手機嗎 要換iPhone15嗎 不過呢 現在法國要求iPhone12下架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的電磁波是超標的 那其實現在Apple也做出回應 他說iPhone12已經獲得很多的 國際機構的認證 是符合全球的法規標準 也已經向法國來提供結果 那WHO也說了 經過大量的研究呢 還是免法確定 用手機對健康 會不會帶來一些不良影響 不過我想現在人的生活 真的是很難跟這個手機來脫鉤啦 所以到底這個鍵石波有沒有超標 也是一個大家都會關注的話題 但是呢 iPhone15換不換 還有這次的新手機 有什麼亮點 我們透過新聞來告訴大家 執行長庫克打頭陣 在蘋果的秋季發表會上 宣布全新iPhone15系列正式亮相 除了在第一款3奈米製程技術 打造的手機晶片驅動下 效能大大提升 更全面配備動態導的螢幕設計 顯示重要通知和即時動態 相機鏡頭也升級 同時也提升了螢幕顯示器的亮度 同時也提升了螢幕顯示器亮度 都改用航太等級的鈦金屬機殼 並以動作按鈕取代原有的靜音開關 可設定各種快捷方式 就連收不到訊號 也能透過和美國汽車協會合作的 衛星連線功能呼叫導入救援 而在這次發表會中 蘋果宣布的其中一項重大變革 就是iPhone15系列以及往後的機型 都將改用全新充電方式 蘋果打從2012年起 就開始使用Lightning的連接規格 直到歐盟拍板強制統一充電器 2024年起只能使用USBC 至於定價 最高階的iPhone15 Pro Max 起價1199美元 比前一代同等級的機型 漲了100美元 堪稱史上最貴 其餘的新機型 則維持之前的價格不變 被認為是要挽救 已經連續三季下滑的銷量 尤其這場新品發表 正值全球經濟高度不確定的時間點 特別是蘋果第三大市場的中國大陸 正擴大限制政府部門使用iPhone 拖累蘋果股價自7月中以來 已經跌掉近10% 市值滑落3兆美元之下 法表會登場當天 蘋果股價下挫將近2% 不只iPhone 全新蘋果手錶Series 9的新功能 雙指輕點成為一大亮點 只要將大拇指和食指互點兩下 就能下達接聽電話播放音樂等指令 幾乎不用觸碰到手錶 Apple Watch 9售價399美元起 這也是蘋果第一款考量到碳中和的產品 發表會的最後庫克博望提醒 蘋果砸大錢打造的Vision Pro 混合實境頭戴式裝置 將在明年初上市 TV的宣布報導 好 威廉謝謝問我說 這個要換手機了嗎 因為畢竟我現在用的是12 我的回覆可能跟非文案一樣 就是有錢就換 不過我有時候也會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換手機的話 說實話iPhone手機 尤其是頂規很多功能 對我來說是用不到的 到底要為此花大錢每年都換嗎 這我也是覺得是我一個大問號 也問大家啦 會想說在今年換手機嗎 尤其你會覺得很多功能 或許你不一定用得到 然後非文案也說 手錶看起來不錯 沒有錯我也覺得 手錶看起來這次蠻吸引人的 那我們來看到要換手機 當然口袋要夠深啊 尤其現在同盟指數是不斷的在上升當中 美國公布最新的這個8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率來到了3.7% 等於說是反彈了 比前一個月擴大0.5% 就是因為最近能源價格飆漲 而且市場很擔心說 通膨會不會跟著反彈呢 所以他們也認為說連準會 就算這個月暫時不升息 年底之前還是有機會再升一碼 不過現在嘛 這個如果通膨這麼貴的話 什麼東西都要省點用 看到這個畫面 或許很多愛酒人士會非常心疼 大家從畫面上看到 這個不是工業污染 而是這些都是葡萄酒 因為葡萄牙的一個釀酒廠 它的除油槽 除酒槽 抱歉 破裂了 所以流出了200萬公升的紅酒 把整個小鎮也都染紅了 最近狀況交給記者彭慧雲來告訴大家 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些不斷流出的紅色液體 通通都是紅酒 多到幾乎像是一條小河 整個馬路路面 全都被染成酒紅色 而且由於地勢是傾斜的 所以這紅酒 就不斷地往下坡觸流 就連牆壁的縫隙裡 也都被淨成了酒紅色 這場面就發生在 葡萄牙西北部的城鎮阿納迪亞 鎮上一座酒廠的兩個除酒槽 因為不明原因倒塌 結果流出了多達200萬公升的紅酒 量多到足以填滿一座 奧運規格的游泳池 最後還是出動了消防隊 一起來清理路面 那業者說他們會負擔 所有的清潔開銷 也會為一切負責 剛剛看一下是馬路 變成紫色河流 但現在呢 如果來到美國佛州的一條 洲際公路的話 怎麼這個道路線路 變得怪怪的呢 尤其呢 這個洲際公路上 出現了長達 32公里的詭異黃線 CNN的記者 就特地去開車實測了 發現說開起來 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開耶 佛州這條洲際公路 車子來來往往 看起來很正常 上面就出現 謎樣的黃線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這個奇妙的藍線路 開始了 正在菲利普通道路 離開的I95 你能看到這個線路 直接走到全面 CNN特別出動無人機空拍 記者更親自開車走一趟 黃線混在其中 和路標線沒什麼差別 但可能開著開著就出事 這個線路 超過20公里 我們跟電郵報室 通過幾次 從空中看 才發現很荒謬 黃線穿越快慢車道 一下窄一下寬 開車的攝影記者說 到處都是線 不知道要看哪條 好不容易才開到休息站的駕駛 面對鏡頭抱怨個不停 我誤會你一切混亂嗎 是的 在什麼方向 我還不確定 哪條線路要走 會花一段時間去解決 我認為它是個事件 在什麼方向 為什麼你覺得它是 因為它是紅線路 在另一邊 在這條黃線的鏡頭 有一個停車場 發現疑似被棄製的油漆 但亂化黃線的兇手 還是沒找到 我們會拿走路線路 安裝了一條鏡頭 然後我們會走 我們會做到最好 去掃除一些黃色的塑膠 從路線上 交通部門說要調查 但首要任務 是洗掉黃線 免得造成危險 TVP的新聞 正宏報導 好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 蜘蛛人的場面 怎麼出現在美國街頭 原來這個美國這名男子 他本身就是蜘蛛人的粉絲 然後為了要貼近偶像 他開始學習 怎麼樣花式奔跑 他認為說 為什麼要推廣這個運動 因為他說當地的小朋友 都會靠近這個不良分子 不良幫派 他認為這個方式 這個花式奔跑 可以讓他們遠離不良的影響 像蜘蛛人一般翻滾跳躍 但可別誤會 這並不是電影場景 而是美國21歲極限運動玩家 正在進行花式奔跑 也就是一種類似跑酷的運動 比起跑酷 花式奔跑 融入更多的武術動作 展現藝術價值 證明美國跑者 還因此信心倍增 甩開害羞性格 很明顯 讓我學習新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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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更貼近心中的 偶像蜘蛛人 現在他也跑出心得 升格專業指導員 開番授課 你如何進行跑酷 我和我弟弟Keyer 我一直看著他 我從小時候 誰是更大的影響 他是他還是蜘蛛人 你的哥哥 是的 他比他更好 只想學這類運動 最大挑戰是缺乏 和適訓訓練場所 因為過程中 得經常在建築間 跑來跑去 一不小心就會出發 你會有麻煩 你會有麻煩嗎 你會有麻煩嗎 你會有麻煩 有麻煩 有麻煩的事 他們會覺得 你可以停在這裡 你會有麻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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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他的小徒弟 只好設法 在公共合法空間鍛煉 只希望有朝一日 能籌到錢 開設專業場館 讓更多年輕人一起體驗 花式奔跑的樂趣 謝謝新聞 綜合報導 不過很多小朋友 應該喜歡冰雪奇緣 Elsa吧 那香港的迪士尼 現在推出了 冰雪奇緣的主題樂園 迪士尼的3D動畫冒險電影 動物方程式 年底將出現在 上海迪士尼樂園 我是夏基亞 歡迎來到動物場 電影中的造景 已經打造得差不多 正在收尾 上海迪士尼預告 遊客屆時 可以化身成動物居民 還能體驗最新科技玩法 不只上海迪士尼有心梗 香港迪士尼將在11月20號 端出全球第一座冰雪奇緣主題園區 有雲霄飛車跟雪嶺滑雪橇 還能跟電影角色對話 袁芳說 期望新園區 吸引全球旅客到訪 中國大陸防疫常態化之後 遊客出籠 迪士尼的紀念品 也成了小偷目標 香港迪士尼今年到8月 已經至少78起切到案 比去年多一倍 而遭切的多數商店內的公仔 環保袋鑰匙扣等 一共106人被捕 當中香港本地人居多 陸客則是佔一程 迪士尼在搶E號復蘇商機同時 更是嚴加打擊園區之內的不法行為 TVBS用黃光的傳用文綜合報導 今天的TVBS聊國際呢 還是要帶來關心到的是 全球的氣候變遷 尤其天氣這麼熱 應該很多人都希望有Elsa在身邊 幫你降降溫 主要這個地球還是真的 持續在沸騰當中 現在在今年夏天的溫度 全球都是不斷的飆高 甚至寫下了83年的最熱紀錄 怎麼說呢 我們要來看到今年6月到8月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在今年6月到8月 全球的平均氣溫是攝氏16.77度 那如果你跟過去的同期比較起來的話 是提高了攝氏0.66度 那如果光看8月份的話 其實也是比1850年到1900年前工業化的時期的均溫呢 那是高出了攝氏1.5度 高出攝氏1.5度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檻了 這代表說全球的氣候 都有可能因為過熱 進行到一個崩潰的狀況 那其實現在今年夏天也是在1940年來 有紀錄以來 北半球最熱的夏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全球 我們這幾天從TBS看世界一直開播到現在 我們一直大家看到全球不是水災 就是野火甚至乾旱的情況 在整個全球各地都是非常的常見 也影響了全球的經濟 生態 還有一般民眾的健康 所以說聯合國的秘書長就告訴大家 全球氣象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崩潰之路 應該趕快來進行所謂的抗暖化行動 不過雖然說夏天過去了很多 尤其是緯度比較高還有中緯度的觀眾朋友 已經開始想說天氣應該要變涼了吧 畢竟秋天要來了 我們台灣的第一波東北季風也馬上就要爆到了 但是怎麼氣候還有這氣溫還是居高不下 尤其在美國現在要特別注意到的是 秋老虎持續肆虐 艷陽高照下媽媽牽著小孩的手散步回家 但這些幼稚園學生和小醫生第一天開學 就被迫提早放學 原因是天氣實在太熱了 因為它太熱了 在那裡有熱嗎 是的 超級熱 教室裡空蕩蕩其他年級的學生 這週通通採取遠距教學 因為學校沒有中央空調 擔心學生會熱出毛病 家長們也擔心孩子的身體受不了這樣的高溫 你擔心你的兒子的安全 當它太熱了嗎 對 對 因為他有癌 巴爾蒂摩德氣溫週一就刷新紀錄 飆到攝氏37度 當局發布紅色高溫警報 就怕學生在教室裡被烘烤 校方乾脆直接取消面對面實體上課 CNN記者實地走訪校區發現光是在走廊裡 都可以感覺到溫度直線上升 不只巴爾蒂摩 美國東岸好幾個州都因為熱浪高溫 導致校園關閉 而在華府秋老虎發威 週二出現36度高溫 追平142年紀錄 一些家長批評學校對於開學準備不周 一份2020年政府統計報告顯示 全美有四成一的公立學區 總共三點六萬間學校 需要升級或更新空調系統 跨過大夕陽來到英國 天氣一樣熱暴 倫敦民眾紛紛跳進游泳池降溫 這個景象往日在九月很難看到 對 你 confrontation 對 他的第一天很事實 中國青木的影片 因為我們現在幾乎 暫時 mature 沒關係 你什麼事實上來了 學生 playing 英國《國家氣象局》表示 今年出現1884年以來 第八個最熱的夏天 平均溫度比以往高出零點八度 不止如此 科学家证实今年夏天是史上最热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 上个月气温改写历年来8月的最热记录 这是在6月和7月之后连续三个月创下当月最高温 特别是希腊才刚刚控制住野火 就遇到大水来袭 而且还在同样的地区发生 本来地面就被烧个金光 洪水一来根本招架不住 另一个跟气候相关的危机出现在东非国家坑雅 蚊子不止在更多地方繁殖甚至还可能出现新品种 专家担忧气温越高并没闻传染瘧疾的速度恐怕会变得更快 对人类是一向新的威胁 TPP的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如果你想要跳进海里稍微冷却一下 臭一下的话恐怕也非常难 因为现在在海里温度也都是明显偏高 受到海洋热浪的影响呢 海水的均威创上了史上新高 尤其是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数就说了44%的海洋 现在面临到是海洋热浪的窘境 而且也高于九成历年同期的观测值 不过如果海洋变热的话对我们也有什么危害 第一个海洋变暖的话 其实陆上的风暴的强度也会跟着增加 还有就是海水的体积增加的话 也会加速海平面往上升 当然也会淹没一些比较低洼 相对来说比较地势低的区块 那我们再来看到如果海洋变热的话 这个鱼又该怎么办呢 过去很多的专家都认为说 这个鱼应该会往寒冷的地方游 因为毕竟热的地方更热了嘛 所以他们认为说 雨群会往南北极来移动 所以说会导致这个暖水的这个鱼变多 然后反而是适合生在冷水区域的鱼变少 但他们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完全不是这样子 含水鱼是没有大量的减少 反而是暖水鱼也没有大量增加近况 完全是推翻大家的想象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现在天气变热 也让海洋从蓝色变成绿色的 到底为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 放眼望去一整片湛蓝色大海 渔船出海捕鱼像是一幅风景化 但随着海洋温度迅速升高 未来大海可能不会再是这个颜色 科学家用卫星测量海洋水色 发现过去20年海洋的颜色有逐渐氯化的现象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水中的二氧化碳变多 导致吸收二氧化碳的小型浮游植物大量的生长 这些浮游植物在分解的时候 会消耗水中的氧气 形成海洋中缺氧的死亡区 海洋分成上中下三层 颜色则来自上层物质 深蓝色代表很少有生命 偏绿色则是有生态系统 浮游植物捕捉环境中的二氧化碳 从直觉来看能够固碳减碳 但若产生大量枣华对海洋生态系统会有严重影响 过去20年里头有56%的海洋 这些小型浮游生物长得非常快 从眼睛看起来大概没有发觉它的变化 一气的比对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海洋的颜色变了 这种环境下鱼类首当其冲 当鱼类避开这些区域时 棋息地就会缩小 更容易受到捕食者或捕鱼的伤害 产生连锁反应 进一步冲击鱼业 海洋温度飙升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旗管理局警告 到9月世界一半海洋可能会处于海洋热浪 科学家更表示过去10年 是1800年代以来 海洋最温暖的10年 声音现象大概在7 8月 等于是在8月之后 应该就可以被正式的确认 所以在这之前就已经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当然最大的可能 还是全球暖化 因为全球暖化 过去我们海洋 是帮我们可以吸收很大的热量 现在似乎海洋温度升高 海洋能够吸收的程度已经饱和了 现在如果几年会遇到一次的声音或反声音 那个变化它的震荡的幅度 就像说今年可能如果发生强声音的话 今年到明年气温可能会变高 气温一高 海水温度相对的也可能会变高 全球暖化时气候变化超过临界点 世界气象组织宣布 全球正在经历现代测量 从没见过的一周高温 气候变化引发的珊瑚疾病和白化 让科学家悲观预测 这个世纪末 全球珊瑚礁将会灭绝 珊瑚礁其实是讲说是海洋的带雨 这些珊瑚礁里面的生物 因为珊瑚白化的问题 然后可能就大量死亡之后 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随之崩溃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联动性 就是海洋温度上升 生物的方式崩溃 然后造成更严重的生态危机 它就成为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循环 除此之外 刚刚讲到有毒藻类增生之后 那也会发生像是所谓的海洋死区 它整个含氧量大幅度的下降到 生物都没办法生存 以前都是只有零星几个 现在有超过700个大型的海洋死区 就在全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全球海表温度再创历史新高 水域缺氧 大量渔群死亡事件正在发生 热浪会产生有害藻类 一种名为拟菱形藻的藻类 导致南加州海狮和海豚大量死亡 另一种含有软骨藻酸的神经毒素藻类 也会累积在食物链底层 例如贝类 最后进入鸟类或我们人类的肚子里 海洋健康亮红灯仍为造成的全球暖化 导致海洋灾情频传 就怕最后反扑到人类自己身上 TVBS新闻陈有想往后与台北基隆采访报道 好朋友 销郎不睹说 现在全球升温再加上排炭越大恶性循环 其实非常难以阻止 没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 不过现在呢 我们都还有在努力的最后关头 我们都可以多做一点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TVBS看世界 谢谢我是彭聚 我们明天再见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